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的罢免案 第二阶段 25120人的门槛已经过了 12月16号就要进行第三阶段的投票 这也成为罢免案门槛降低之后 第一位面临罢免考验的立委 不过黄国昌却说要选民站出来投票 他更声称感受到根深蒂固的守旧势力跟权贵结构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两万多份联署的罢昌声浪 恐怕黄国昌还是得好好看看 自己过去在立法院的表现 总统伍是给行政院的 是 然后行政院再转给我们 他两个文了 所以这个还的确存在嘛 对 他两个文都列密件 今晚会主委布立雄列列案大爆料 让立委黄国昌想抓到辫子超行恨 梁大律师现场来断国会双簧 行政院还有总统伍为什么要列密件 我个人是认为应该是不是能够 请委员能够去期训会 你的意思是说我要回去问马英九 欲还收套路聊得观众心痒痒 说2025年前密件不能透露 民事严谨SOP 黄国昌使出风向球 硬要马前总统出来面对 问政当演戏黄国昌最会 我用了空军司令部 14亿2657万 本来要买F16战机 极不揭开弊端模样好得意 但黄国昌马上被发现 把国防部公开资料包成新题材 冷饭热炒 谁把大家当笨蛋 名演员都有数 往前推势机还多着 昨天上网我去看肯瑶的法律 有关于迪伴的法律 引渡的法律 从马上就看完了 谁决定我不要问我 谁决定我还要拆到这边 广告被扭开引地模式机关扭 把立院当演艺学院的黄国昌 照镜头抓眼球 家常变贩 我再说一次 蔡英文总统 请你站出来 太离谱了 真的太离谱了 眼泪呢酝酿中 但泪线就是不给力 一力一休 引地深思力竭 要小英踹共 反被爆两人才刚密会完 被白意到了蔡英文 森七七 没想到学弟黄国昌 戏路够多元 留在这个国会里面 到底还有什么意义 已经经过一个礼拜了 我忘了你 思考了怎么样 谢谢 去留说说就好 改演漏线诗背秀 摊摘广摇媒体 创作聚焦的国昌老师 不撑散就是不撑散 但以上这些 恐怕都没这个床 这样一张纸是实际内容 这在开什么玩笑 通替前瞻预算表决 只靠一张纸 但时间倒回表决时 现在开始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时代力量武席 通通投赞成 黄国昌对得起立委身份的方式 就是敬业把戏延好延满 罢免更不例外 所做的是 全会的结构 还聚在台湾许多的角落 请大家站出来投票 让我们再赢一次 罢免投票再急 两万多份怒气绝非意外 黄国昌仍将这些名义 扣上手就冒 只有挺昌的人 才有资格叫选名 陶醉在自我世界的黄国昌 若不知为何名义如流水 回头看看过去 或许答案就在其中 请不吝点赞 许可 红尼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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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尼 达接近